- 大家好,我是Sexy, 和我们的废弃豪宅 - 大家好,欢迎来到睡前不谈鬼 - 才怪! - 今天就是非常非常荣幸 就是从英国那边进回来的一个碰铃丝 - 相信在之前也是有找好拍去探铃 - 大家应该是有多少都认识她了 - 来自我介绍一下 - 对,我的名字叫Alicia - 然后我是马来西亚人 - 在英国住了大概20年 - 我现在是来回马来西亚人 - 两边都住 - 然后我是专业的透明师 - 因为在那之前就是她有跟我分享 - 很多很多的灵异鬼故事 - 因为也非常的多 - 所以就看时间 -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- 可以在下面多多留言 - 然后可能在中心请她回来这样 - 哈哈,你现在请我 - 肯定是Gay LAT的 - 然后所以呢,我们就直接来看 - 你要分享哪一个先 - 先从20年前开始 - 那么相信现在 - 大家已经不叫这个职业 - 叫做抖章梅了 - 因为以前20年前的时候 - 应该是叫抖章梅 - 现在是叫particle了 - 就是一种 - 代表一个牌子 - 然后去夜店那边 - 去推销 - 就是推销我们卖的酒 - 就包括不同的产品 - 你们可以自己想象 - 明知就不方便讲了 - 然后... - It's ok - 然后大概... - 被吓到 - 哎,讲到老天了 - 哎,讲到老天了 - 讲到就是... - 怎么还关呢? - 是没有电吗? - 没有电吗? - 没有电了 - 哎 - 没关系,我说喜悦了 - 没关系,我说喜悦了 - OK,我们回来了 - 刚才在讲故事进场的时候呢 - 就后面的灯突然间... - 闪了一种 - 然后呢,就是这个灯也自己的... - 闪了一种 - 然后呢... - OK,你讲一下 - 我望去那边 - 就是镜头的中间这里 - 就有一个女的站在那边 - 看不到你了 - 然后就是她头发在那里走着了 - 然后我... - 诶... - 怎么有人distort我呢? - 你看现在... - 几个都要起来了 - 然后... - 呃... - 我说... - 请... - 让我们好好工作吧 - 我又不知道你是谁 - 为什么你在这里 - 然后... - 呃... - 他就感染一下子 - 我就越来越生气了 - 我就讲你再不... - 就... - 弄好这个灯的话 - 就再来干扰我的话 - 我是直接发飙了 - 然后他就讲... - 呃... - 他可以看吗? - 我说可以了,随便你了 - 就这样就在那边吧 - 嗯... - 他现在也在, say hi吧 - 哈哈... - 有点尴尬 - 就是那个灯突然间... - 关掉,然后我们就尝试去打开 - 然后也一直打不开,打不开 - 研究了蛮久的时间 - 然后我们也拿了备用灯,然后插上去 - 然后我就再开... - 诶...就等开了 - 然后... - 他呢就跟我讲说,他已经跟他... - 沟通好了 - 真的是这种东西就是... - 信不信有你们啦 - 对... - 继续你的故事 - 对,20年前的时候呢... - 呃... - 因为你懂作业场哦 - 女生一般都是晚上回家 - 而且我们... - 其实也不是很安全的工作来的 - 但是因为为了存钱去英国读书 - 因为工资也是挺高的 - 所以我就开始在夜店里面卖酒 - 然后认识很多各社各样的人 - 嗯... - 就包括我的一个前同事 - 我是比较幸运Touchwood啦 - 就是... - 嗯...没有遇过什么变态的Dexi老了 - 但是有一些女生他们... - 就是之前也是有遇到一些变态 - 但是... - 没有太过严重的事情发生 - 然后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- 是因为丢掉生命 - 嗯... - 然后我想讲一下 - 这个是我觉得... - 嗯... - 自己本身的一些预言 - 我做了大概一年过后 - 那时候我要准备去英国了 - 就是在我还没有离开那份工作 - 还没有去英国的一个月前呢 - 就有一个新的女同事加入 - 这个女的我忘记我的名字 - 她一加入的时候就是我们夜店的红牌 - 她长得非常好良 - 然后十八岁 - 然后乙保人 - 刚刚来KL - 英语讲的Fresh on Vogue - 就是... - 什么都很新鲜 - 这样子 - 然后有一次呢 - 我们就去这个家庭Pyrami里面 - 其中一间夜店特别出名的 - 其实这间夜店是大概去年的时候在关掉了 - 就是已经有... - 这个夜店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 - 但是不然讲是什么名字 - 有一天很奇怪的 - 因为我跟她没有什么交际 - 我是算是Sales里面挤烂的那一种啊 - 它是红牌 - 然后它就很长出这个场面 - 然后有一次呢 - 因为是好像New Year这样子 - 然后就全部女的要在这个夜店里面 - 就是推销酒 - 还是怎样 - 然后我只见过她第二次 - 她当时候 - 跟我引着面这样子走过来 - 我们是在Night Club里面 - 很潮的音乐对不对 - 然后突然间我觉得整个地方都很安静 - 然后我们是有一个时间 - 秒停顿 - 就是我看到她的时候 - 这个对接是完全全部东西的停止 - 就好像Slow Mo那样 - 没有Slow Mo - 然后就是停止 - 如果你有看什么Matrix Revolution这种 - 就是突然间这个空间停止 - 就是旁边的人突然间动的就不动了 - 大概是10秒之长哦 - 就我突然听不到声音 - 然后每个人要停顿着 - 然后她引着过来 - 我说我是不是喝多了今天 - 我就想没有可能啊 - 我刚才开始工作啊 - 都没有开始喝酒 - 然后我就看好 - 我就很自然的就说 - 你新来的啊 - 什么做到怎样啊 - 就跟她Friendly一下 - 问一下情况 - 我说做得很好啊 - 我已经开始了 - 差不多一个月啊 - 我的效果很好啊 - 大概那时候是第二个月啊 - 应该是这样子啊 - 然后全部同事都很照顾我啊 - 非常高兴啊 - 然后我就突然间 - 现在都讲起来都会有反应 - 就跟她讲了 - 我说你是不是每次 - 就是下班以后跟客人出去的吃饭 - 她说对啊 - 我们去吃夜宵啊 - 因为喝完酒 - 就想去吃一下东西啊 - 我说你以后应该小心一点 - 就不应该做这件事了 - 她说为什么 - 然后我当时也答不到好为什么 - 我说我不知道 - 总之我觉得是不是很安全啊 - 一个女生的话 - 我就很期待 - 怎么这个同事 - 我又不是很熟 - Alisha 为什么她这样奇怪 - 这样子 - 然后我也想 - 为什么我讲这样奇怪的话 - 而且你也不能讲 - 我有预言 - 这样就跟人家奇怪 - 你也不可能跟她讲 - 我也不懂是预言 - 因为那时候 - 我其实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 - 也不觉得自己有预言的能力 - 只是很自然的 - 就从我口中这样子讲出来 - 一两个星期过后 - 然后我的经理就没给我们全主人打电话 -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女生 - 我就讲没有啊 - 然后我讲 - 我最后一次见她 - 不就是在夜店那时候我们做派对吗 - 然后他讲 - 那时候好像是两周前的事了 - 她失踪了 - 我说蛤 - 没有可能吧 - 然后她母亲 - 也从医保那边 - 就是打电话给我老板 - 说我的女儿找不到 - 她天天都给我打电话的 - 好一段日子没有联系我 - 我非常担心 - 然后我们就报警了 - 什么的 - 我其实当时离开去英国 - 大概是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 - 然后我就想 - 千万不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 - 因为她其实本身的经历是挺长的 - 然后她爸爸欠赌债 - 然后她还有弟弟妹妹很小的 - 然后她还有一个姐姐也不是大很多 - 可能是一两年也是在KL工作 - 然后她其实是很孝顺的一个女生 - 她会把这些钱都寄回去养家 - 去医保那边养家 - 然后我们就很紧张 - 也没有什么头绪啊 - 再过一两个星期 - 然后有个阿伯去湖边那边跑步 - 然后就有一个狗在那边翻垃圾 - 然后她跑过来看 - 这个狗好像翻什么 - 怎么这样奇怪的 - 她就好像好奇去看一下 - 结果这个 - 这个bin bag就是那个垃圾袋 - 就是放到出来 - 掉了一只手这样子出来 - 结果就很惊讶就报警了 - 报警就是要去验尸的嘛 - 但是只找到手脚罢了耶 - 还有一些其他身体被分尸的那个 - 我不是很清楚是身体的哪个部分 - 应该是没有头啊 -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- 刚才有一只脚 - 它是有纹身的 - 然后警察就call她的家人去认识 - 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她了 - 然后就非常崩溃 - 为什么 - 因为第一就没有权势了 - 第二就她家因为太穷了 - 然后粘棺材也买不起 - 就是我们组里面就给一些把干嘛 - 而且最令人可惜的是 - 当时我们公司为了掩盖这个事实 - 就把这些事情压下来 - 所以没有媒体曾经报导过这件事 - 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牌子太大了 - 然后他们也不想跟这种 - 这样子的 - 好像part time 的一些pomoders - 扯上什么不好的关系 - 然后非常影响brand image - 这样子 - 他们就完全没有 - 就不承认这个是他们的stop - 听说她下葬的时候是很恐怖的 - 什么有红裙啊 - 给她剪倒啊 - 这些就是你们道教里面说的 - 要报仇用到的东西吧 - 然后就希望她可以向那个人报仇 - 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可惜啊 - 因为她这么孝顺的一个女生 - 也这么努力工作年轻 - 就因为从医保下来 - 人生第一步熟 - 就遇到坏人 - 就断送了一辈子 - 是挺气场的一个故事来的 - 我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自己会通灵 - 我只是觉得我怎么这么可怜 - 而且我过后就很快的去了英国 - 开始我的新生活 - 就在那边读书 - 然后就把这个我以前做夜店的事情忘掉 - 其实我们做夜店有很多那种女孩子 - 有拜鬼仔啊 - 很多就是他们会去泰国 - 我不懂他们去做什么 - 就是他们会祈求 - 他们会遇到一些人哦 - 就有点奇怪的 - 你去到一个夜店哦 - 就是你是客人的话 - 你会看到一个女生哦 - 就是你看她就说 - 我要吃个这个酒 - 你不会想太多 - 有一些就一脚踏起船啊 - 就有很多那种奇怪怪的人 - 然后我还是算非常震惊 - 因为我算是为了存钱去英国读书 - 才做这个工作 - 再加上我也没有对他们太多焦急 - 就有一般我下班就回家了 - 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- 因为我自己时常喝醉酒 - 都没有遇到 - 她出个变态了 - 但是现在是安全很多了 - 而且比较自愿 - 也没有这么杂了 - 可能会比较安全啊 - 总结来讲 - 如果你去冒险 - 讲真的你能感受到这个人怎样残食吗 - 不会啊 - 对啊 - 你只是看一个建筑 - 好像历史古物这样子的东西 - 然后像我们这种童年 - 其实挺辛苦的 -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 - 就算睡觉的话 - 也会给人叫醒 - 我在哪里 - 我在想 - 我在我自己房间 - 就是真的 -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- 你在我房间就对了 - 然后我想 - 你要什么 - 然后他会讲 - 我不懂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- 其实像你这样子的话 - 你会经常出这种地方 - 在你的这个 - 这个body energy - 可能很low的时候 - 你就会 - 开始 - 会吸引这种东西 - 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要 - 生缘 - 或者是有苦处 - 可能他们那种怨念 - 真的很重啊 - 就是你要 - 像我们见到的话说 - 都反正过去了 - 不要再想去有光的地方 - 或者是道教的 - 或者是佛教的 - 就是念经 - 或者是超度 - 这样子 - 其实我觉得 - 这个所谓的世界呢 - 可能 - 跟我们现实是没有什么 - 太大区别 - 只不过就是现实中 - 我们是实体 - 你可以看到实体 - 它们只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- 敏感体制的人 - 就可以看到 - 或者是感觉到 - 明白了吧 - OK 所以这一集的 - 虽然不惨鬼呢 - 非常感谢Alicia的 - 灵异故事吧 - 如果你们想要再邀请她过来呢 - 记得在下面comment啊 - 对你们 - 你们support是最重要的 - 对 - 然后所以今天 - 虽然不惨鬼呢 - 就到此为止啊 -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- 那就订阅, 赞, 分享 - 把记得到下来当 - 如果不喜欢的话呢 - 那想办办办 - OK 就这样 - 晚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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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晚安